好,我们来看第六节,六节和十三节,这是七号 来,六节,六节和十三节,就是讲到这七号 我们来读第六节,一拜七 拿着七之号的七位天使,就预备要吹 而这里说,拿着七之号的七位天使,就预备要吹 拿着七之号,这是主神的号,字句,经义都有 那么字句的应验,就是灾难的号 一波,大过一波,是为了使人心苏醒 经义,就是真理的号,一层得一层近身 一号,高过一号,把人引向基督,引向天父 七之号的吹响,是向全地人吹响 神的警醒的号,审判的号,愤怒的号 也是灾难的号 七位天使就预备要吹 七位天使都各有功用,各有各的任务 他们都各拿着自己神所赐给的号 各号的内容都不一样,但都是唤醒住在地上的人 高树人时候到了,快快醒过来 因为还有很多人,他们的灵在沉睡 还在做着春秋大梦 他们在享受肉质的安逸和艳乐之中 所以七位天使就预备要吹 他们这个预备是等候着天父的下令 他们都预备好了,开始要做工了 在这我就想起了我们在圣诞节之前 本来是根本没有祷告 我们都捷径完了以后 神就把这个年龄表 2017年的年龄表就显明了 当时我们这么忙着的接启示录 哪有时间管这事啊 然后就给显明了 前面一个天上一个大十字架 一天一个大十字架 现在警醒两个字 然后就看到七个天使在缺号 然后就看到那个年龄表了吧 那就在接启示录的神写 神也没问这事啊 都在接启示录呢 都紧张得不得了天天 然后就出现了一个太阳刚刚露头 就是有那个天空发蓝 要明白了 这是显明的 说你们要一年龄表 那马上就差几天就是那个圣诞节嘛 然后也问神嘛 主啊在圣诞节你喜欢摸摸过吗 神说我在圣诞节没有告诉你们 没有告诉你们纪念我的降生 我让你们纪念我的受死复活再来 你们要预备你们的心 就是你刚预备迎见你的上帝 感谢神 但神说 借着圣诞节的日子呢 是收割的季节 就像邻居传词 所以告诉咱们当时为这个邻居 都要就是送金单张 送那些个年龄表 是为了得到他们的灵魂 收割灵魂的季节 感谢神 好了 我们来看哈 这几位天使 那么底下就 这里呢就看了 在灵里看了一个图画 灵里看见什么呢 看见一个天使崔一号 就是铺设了一段道路 崔一号就铺设了一段路 前边是一段一段路 就是一号一号的内容 所以主的灵就说了 我赐给每一个使者所传讲的 都是一方面的真理 都在为我预备道路 但大家所讲的都不完全 需要把这些真理连接上 就如尼西米三章 你看尼西米三章 不就是看到了吗 以色列建造圣殿的时候 一个支派建造一段墙 一个支派建造一段墙 最后要把它连接上 是吧 这就告诉说 每一个使者所传讲的都不完全 再把它连到一起 就是完全的 然后最后意象中呢 又看见最后一段道路 就是 就是还没有开始铺 正在活泥 预备要 预备要铺了 主的又说了 你们所传讲的 揭开的起时候的信息 就是第七号的信息 就是铺设 第七段的道路 在铺设的同时 也是把前边的一段一段的道路 修直 连接一起 就是全辈的真理 这些使者 都是为我预备道路的使者 都是我的宝贝 都是我的同仁 这七位天使 都是为我预备道路的使者 七位天使 铺设的 是 第七位天使 所铺设的 是最后的一段道路 也是修直主的道路 最后 也是最关键的这段道路 铺设完了 你们的王就来了 世上的国 就成了我主和主基的国 他要做王 直到永永远远 所以第七节 我们来看哈 第七节 第一位天使 称号 就用宝子 与火 穿着血 丢在地上 地的三分之一 和树的三分之一 被烧了 一切 也被烧了 好 七节 第一位天使 催号 催号 就是催出 我的命令 我的命令 开始了 是审判 开始了 也是灾难 开始了 催号的使者 带着威严 警戒 全地 买一个人 除去悲逆 归向 永生神 除去一切 草木和节 归回圣经 归回真理 归回 独一 真神 就有宝子 与火 掺着血 丢在地上 就有宝子 宝子 就是字句 经义 都要音验 宝子 初埃及记 第九章 十七节到三十五节 那是字句的音验 在幕后的时候 仍然有字句的音验 当时初埃及记 第九章 十七节 那里说到了 就是降灾 当时给降灾 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初埃及 是人心苏醒 初埃及的时候 到了 就是告诉我们每一个人 就是带上我们的全家 带上我们的老少 要干什么 初埃及 就降了宝子的这个栽 就是字句的音验 告诉我们初埃及的时候 到了 那么经义呢 就是以赛亚书二十八章 十四节到二十二节 经义的音验 那里说到了 冰雹 必冲去 谎言的闭锁 这个 然后在约书亚记 第十章十一节 冰雹 原文是石头 这个冰雹 呃 就是神的石头 就是严重的 那种 呃 他审判的道 那里告诉我们说 耶和华 从天上降下 冰雹 在他们的身上 被冰雹打死的 比以色列民用刀杀死的 还要多 他们杀死什么人 就是用冰雹打死的是 亚玛利人 也就是说神经义 解开的经义的道 就是用这个冰雹呢 神审判的道 把我们那个亚玛利人属肉体的那个里面那个不好的生命要干什么 打死他 然后属属神的那个生命活出来 所以呢 约伯纪三十八章二十三节说 这雪宝乃是我为降灾 并打仗和征战的日子所预备的 所以宝子四句的降灾 就是告诉每一个人出埃及的时候到了 打仗是打属灵的仗 是与恶魔征战 这个打仗 征战是与假道的征战 为假道的征战 让神的儿女们与假道假福音征战 那么经义呢 就代表上帝很重的话语 严厉的话语 如冰雹打在人心上 打醒神的儿女们 除掉生命中的一切恶 与火 别人有火 火也是字句经义都有 字句就是火炼 熬炼 这种火炼也是大事炼来到了 就是撒加利亚书十三章八到九节 敬义呢 就是圣灵的火 马太福音三章十一节十二节 就是耶稣来 用圣灵的火 用圣灵的火要烧掉一切 烧掉什么呢 就是哥利多前书三章九到十七节 那就说烧尽一切草木和节 那么这个火是什么火呢 以赛亚书 以赛亚书那里告诉说 就是这火并非可考的炭火 我们可以看一看 我们现在看这个 以赛亚书四十二章二十节 我们看看这什么火 这火呢 烧在他们的身上 他们还不知道 烧到他们 他们也不介意 这个火 他们不明白 灵力还在尺寸里面 四十二章 我们来看 七百零二节 以赛亚书四十二章 我们看一下这个火 烧到他们了 他们还不介意 还不明白 以赛亚书四十二章 二十节到二十五节 来 二十节 来一拜 起 你看见许多事 切腹领会 耳朵开通 切腹清见 耶和华因自己公义的缘故 喜欢使律法为大为尊 使这百姓 都牢笼在坑中 隐藏在狱中 他们做礼物 无人拯救 做礼物 无人说交还 你看这些百姓 他们 糊涂啊 糊涂在哪里 牢笼在坑中 都不知道 在一个罪恶的坑中 都不知道 一个瞎坑 是吧 都不知道 隐藏在狱里 哪个狱里头 灵魂的进狱 很多人他信的 为什么利亚看到 那么多的基督徒 走在一个宽路上 大路上 最后都进到哪里了 地狱 地狱 说这个狱里头 就是隐藏在狱中 都不知道 只有起书被揭开了 才明白 什么样的标准 神的标准是什么 那么你现在走在什么路 是宽度还是宽度 感谢神 就是百姓都被掳走了 被什么掳走了 被罪恶和自己的喜好 世界掳走了 二三节一起来 你们中间 谁肯恶而听死 谁肯留心而听 以防将来呢 谁将雅各交出当作领悟 将以赦罪交给抢卓的呢 岂不是耶和华吗 就是我所得罪的大位 他们不肯追求他的道 也不听从他的救悔 所以他将往来的怒气 和真正的勇力 倾倒在以色列的身上 在他思维如火着起 他还不知道 烧着他 他也不介意 是不是烧着他也不知道 也不介意 是吧 为什么不介意呢 那这火看不见 我们看一下47章 以色列说47章 为什么不介意 那看不见吗 不是有形的火 是火 因为有字迹的火 神说有字迹的火 他有形的要烧走 那么这个是 敬意呢 就是无形的 我们眼里看不见的火 以色列说47章 47章14节到15节 来我们来看哈 这个火是什么火 就是圣灵的火 要烧什么 14节到15节 一起来拜祭 他们要向碎节 被火焚烧 不能就自己脱离火炎之地 这火并非可烤的炭火 也不是脱离坐在其前的火 你所老舍的事实 都要这样予以无异 从右边予以外贸易的 也都各分的相 无人命定义 你看这火 是不是 是什么火 不是可烤的炭火 不是表面的 我能看见的 可烤炭火 而是什么呢 而你看不见 是不是 就是说你老神 你老神的事 都要这样与你无异 草木和解呀 你费事费的 到着老神都觉得 我给夜华做的 我给夜华做的 我给耶稣做的 可是你做的 是不是讨神的喜欢的 是不是圣灵引导你的 是不是合乎真理呢 是吧 所以这些 你所老神的事 都要这样与你无异 你幼年与你贸易的 就是跟神还讲 我给神做一做 可能谁要赐福给我 那是以贸易的 这些草木和解 都要烧掉 这些你贸易的 都各奔各乡 跟你没有 跟你无缘 跟你一点关键都没有 无人救你 这都像什么 碎节被火焚烧 什么叫碎节呀 草木和解 要得烧掉了 好 我们再回来 这火 就是火 就是烧掉了一切草木和解 感谢神 然后呢 就这个火 又干什么 又掺着血 掺着血也是 字句经义都有 字句是什么呢 就是有流血的事件 要丢在地上 字句 就是有流血的事件 要丢在地上 经义呢 就是神审判的话语 带着生命的大忙 他们明白了 接受了 就活过来了 丢在地上 也是字句经义都有 记着啊 起初的接开始 字句经义都有 字句丢在地上 就是丢在实质的地上 经义 就是丢在人心里 字句这冰雹与火 掺着血 丢在悖逆人的身上 因为他们的心太刚用了 他们不懂神的心 也不悔改 所以神的愤怒 把这灾难丢在地上 经义呢 就是神严厉审判的道 带着圣灵的火 与生命的大能 唤醒人心 使人悔改 这就是经义啊 为什么经义叫人火 自己叫人死 自己就是 最后就是灾难的降临 然后 底下说了 地的三分之一 地的三分之一 和树的三分之一 被烧了 一切的青草 也被烧了 那么字句呢 就是因为人不悔改 就要有形智的火 都要按照字句应验 这是字句哈 就是有形智的火 神说了 就是真的有形智的火 所以到启入 在新天心里之前 在接到新天经历之前 全部就全部都烧了 全部加了火 有地震 有海啸 有火 从天上火球 他们都看到火球烧的 把烧的胳膊头都没有了 都那样的 那就是全部都结束了 往那上大海啸 全冲走 往新天心地才来到 就是实时的火 然后 经历呢 地的三分之一 就代表 全地的三分之一 人心被唤醒了 被神的火点燃了 树的三分之一被烧了 这些树呢 就看到都是干树 枝子 死树 但主呢 要用 主要使这些树活过来 怎么样都活过来了 就用神的化 神的灵 神的爱 把他们都会点着 把这些个干树枝给它点着了 然后这个树呢 以色亚书第五章七节 树代表什么 就是犹大人 这个树哈 以色亚书五章七节说 就是那些犹大人 就是完全属神的人 也就代表神家的工人 记住啊 树代表神家的工人 三分之一被烧着了 主说 我的话就是火 我希望我的话 把你们的罪性都烧没了 把你们的草木和节都烧尽了 我愿你们都能从死里复活 完了这个时候就看见主耶稣 按着那个羊头啊 让他喝水 那个羊更的不想喝 这个水不好喝 让他悔改 审判的倒不好喝 你看耶稣按着那个羊头 让他喝 让他喝 硬把他硬按着头喝 然后耶稣强压着他的脖子 让他喝着水 他才能活过来 然后就看了这些死树枝子 干树枝道 就被烧了这些树枝子 说凡是烧着的 凡是点着的 都绿了 都变成绿的了 长出新的叶子了 都复活了 看到没有 被神的话烧着了 被神的灵点着了 这些全活过来了 凡是那些不喝着水的 不喝着刀的 反而怎么了 神告诉了 神不告诉咱们怎么知道这些事 这奥秘的事 一切的青草也被烧了 一切青草第一代表神的话 羊吃的青草 被圣灵点着了 就是青草被烧了 就是被圣灵点着了 由字迹变成精益了 就是生命的粮 生命的水 这是草 那么第二点 青草也代表不分左右手的微小生命 也被烧了 我愿他们刚强壮胆 所以烧掉他们里面的胆怯 烧掉他们里面的虚假 烧掉他们里面一切的罪恶 拔出一切 不是天父所栽纵的 烧掉一切草木和节 烧掉一切假先知栽在他们里面的一切恶道 就是拔出一切假先知栽纵的那些个恶道 凡不是天父所栽纵的要拔出 我先做个宣告好不好 你凭着信心要拔出 主耶稣 我们感谢赞美你 主啊 谢谢你的话语揭开 主你揭开的目的叫我们都活过来 无论我们中间是小 还是小草也好 是树也好 无论我们以前生命怎样败坏 今天我们亲爱的道 我们愿意回改 主啊 请你生命的话语点燃我们 主啊 你说要烧掉我们里面一切的草木和节 主啊 今天我们愿意被你烧掉 烧掉我们过去所有的草木和节 主耶稣 求你今天拔出一切假先知 在我们各自生命中栽的所有的假道 我们奉耶稣就宣告拔出一切的假道 拔出一切不是天父所栽送的道 拔出拔出拔出 这样圣灵的火焚烧焚烧焚烧 主耶稣把你生命的道栽送在我们的里面 耶稣基督你自己栽送在我们的里面 主耶稣你自己生命栽栽送在我们的里面 主耶稣啊 求你再次拯救每一个儿女 我们是你的孩子 我们需要你的话语 谢谢你的恩典 再想荣耀归给主 把刚才烧掉的灰全部收走 耶稣基督你得荣耀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好 第八节来 第八节拜祈 第二位天使崔号 就由仿佛火烧着的大山扔在海中 海的三分之一变成石 好 这里第二 第八节说第二位天使崔号 这是第二位天使开始了他的工作 他向哪里崔号呢 向一切的宗 向一切宗派 催响审判 警醒的号 那么他的号一催响以后 就有仿佛 仿佛 就有仿佛火烧着的大山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是看灵里看见了 这个山上呢 这个山上有神的预约 主说这是奉主明成立的教会 主又说这是一群宗派教会 他们和神都有约 但在约的上面冒着灰色的黑烟 这是从人里边冒出来的烟 他们是在用仁义侍奉神的教会 然后 主的林就说了 我审判的话语 像点着的火 烧着了这座山 一些人就说 哎呀 这道受不了 这道受不了 但有一些人 他们愿意接受这道的人 就被烧着 烧透了 就活过来了 那么主又说了 在这个山里头 有犬类 有恶徒 林里就看到山上有一面旗 就看到这些人在干什么 在争 你争我夺 他们是在夺犬的人 他们是相咬相吞 又看见一群白猪 还那么肥 特别特别肥的白猪 然后主说 我的话来了 虽然点着了他们 但他们光认罪不悔改 他们洗净了 又滚到泥里 仿佛烧着的大山 仿佛我的话 主说 仿佛我的话 烧着了他们 但是没有烧透 因着他们的私欲 他们看权力 胜过看我 他们爱事工 胜过爱生命 所以审判的号 向他们催响 他们说 这道受不了了 然后就弃绝着道 就该怎样 又怎样了 我只有把这些法老的车辆 就是法老 作王掌权的教会 扔在海里 扔在海中 海中代表苦水 咸水之地 也代表世界 也代表不存正的道 就是宗教 把他们扔在海中 被熬 被炼 因他们就是喝着水长大的 长成了非利式人 又高又大 不能谦卑 他们拉档 结派 外面虽然披着羊皮 里面却是残暴的狼 把我的小羊都吞吃了 他们拿着圣经 拿着我的话 以权谋私 成为撒旦的网罗 往这个时候 看见了一个白蜘蛛 一个白色的蜘蛛 在织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网 就是我们可以看一下 路加福音21章 路加福音21章 也就是说 这个网呢 撒旦是按照每个人心中喜好的 编制了各样的网罗 使人 你要不就掉在这个网罗里 要不你就掉在那个圣经里面 比方说 你喜欢钱财了 你就掉在钱财的网罗里 你喜欢权力了 掉在权力的网罗里 你很贪色 你很贪色 那么你就掉在那个色情的网罗里面 就是你喜欢啥 它就按照哪一方面的来网你 那么你又想上天堂 你又爱世界 魔鬼呢 就用假道 假福音来迷惑你 总之 它是一个网罗 好 路加福音21章 34到36来一起读 你们要谨慎 你们要谨慎 恐怕因贪食 这一切 那日子就如同网罗 忽然临到你们 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 你们要时时景景 常常祈求 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 得以站在人子面前 看到没有 这个网罗呢 是临到什么人 全地一切居住的人 看到没有 就是你喜欢 只要你今天心还在地上 你无论你喜欢哪一方面 那么赛根就用哪一方面的网罗来网你 你喜欢钱财 就用钱财往你 最后你掉到那个网罗里边 是你的钱财被坑 被亏损 长了那么多年的钱 最后被套进去了 没有了 你喜欢 你喜欢名利 喜欢权利 好 撒根用名利权利勾你的心 让你夺权 夺权 夺权 最后也让你掉到那个网罗里 你喜欢色欲 就这方面了 你用美女 美男美女来引诱你 你喜欢 你喜欢 我又要世界 我又要耶稣 我又要上天堂 世界的好处我都要 好了 撒根就用什么 假道 假福音来迷惑你 看到没有 这就是魔鬼 用各样的网罗来网 凡是一切居住的地上的 每一个人 除非你的心在天上 除非你的心在耶稣里边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 谢谢神 好 我们再去看看 这就是海里 把他们扔在海里了 这个海 就代表一个什么 不存证的道 也是 这就是一个 那些个被迷惑的人 因为他们爱这些东西 他们就是喝这个水长大的 就把它扔在那里边 就神扔的 然后再往下看 海的三分之一变成血 那么这个也是 有字句 有经意 就是一个是活了 一个是死了 把它扔在海里 扔在海里 三分之一变成血 也是有字句 也是有字句 有经意 活了 就是经意 它活了 字句 就是它死了 那么海 就是苦水 咸水 代表世界 也代表不存证的道 海的三分之一变成血 那么灵里就看见 看见主耶稣拿了一个白碗 给这个喝海水的人 给他们舔水喝 就是看到主耶稣拿了个白碗 给他们舔水喝 那么一些人呢 他们就喝了 喝了 领受了训毁的道 审判自己的言行 归正了自己的信仰 海里的三分之一的人 苏醒了 明白了 悔改了 都活了 这是一个三分之一 变成血 表明生命有了改变 有了新的生命 第九节 再读第九节 代其 海中的活物死了三分之一 船只也坏了三分之一 海中的活物死了三分之一 海中的活物 只一开始的生命是神给的 主说 我创造的都是活物 但 没有分辨的 都被这有毒的苦水 咸水 害死了三分之一 凡有血气的 没有一个得救的 这个时候呢 又看到灵里 又看到主耶稣 拿着仍然是那个白碗 给他们舔水喝 但这些人呢 他们宁死不喝 死也不喝这水 不相信 什么神明主的 不相信 他们宁死不喝 宁可喝咸水 苦水 也不喝主给的舔水 主说 他们减死不减生 我也没有犯法 在这世界末了 你们要为我 抢救灵魂 抢一个 是一个 我不愿有一人死 我愿人人明摆 真道 都活过来 这就是你们这个教会的使命 这就告诉我 这是你们教会的 就是咱们这个教会的使命 教他们就是今天 把这道 要传给更多的人 抢一个是一个 就一个是一个 说起实话 我真不愿用人的方法 你来吧 你来 我可不愿用那样的方法 所以在这个教会 几乎我没有一个 给你们打过电话 你们来这个教去 我从一开始成立这个教会 我就没有给任何人打过电话 叫谁来这几会 都是主的灵魂 他们一个一个的带来的 感谢神 所以这里说 海中的活物死了 三分之一呢 就是那些 弃绝神道的人 他们死了 他们宁可 喝咸水 喝苦水 减 减什么 减死 不减生 所以主说 我也没有办法 然后底下说 船只也坏了三分之一 船只代表 每个人生命的船只 生命的船 当然是越清越好 但他们的船只 装的不是生命 装的也不是神 他们的船只 装的都是财物 这时候灵魂又看见了啊 又看见一箱子 一箱子往他船上搬 把那个 他们那个 那个生命的船呢 都快压沉了 压着都 他都 都可 都都快沉下去了 所以主的您说 这是一群在海里捞宝的人 生命的船只 他们装的全是地上的好处 生命的船只 有了破口 就他们老装这些地上的东西嘛 他们就有了破口 就看着从这个破口里呢 进 从这破口里 进了船里的水 全是绿水 脏水 最后生命的船 有三分之一被压沉了 主在叹息说 教会 沾满了污秽 我太伤心了 一个不追求生命 没有存证真理 没有真爱的教会 就是一个死的教会 这是一群无知的加勒泰人 在教会做王 就是不让耶稣做王 他们在做王 就是这是一群加勒泰 无知的加勒泰人 在教会做王 就是没有真爱的教会 什么叫真爱的教会 什么叫你来了 这是真爱吗 什么叫真爱的教会 爱是恒久忍耐 爱是有什么 不自夸 不尽算人的恶 就是完全有神的那个属性 这是一个真爱的教会 所以这里主说 我多么希望他们都能明白过来 我爱他们每一个人 我不愿意看见他们死亡 启示录揭开 就是要救他们 你们要为我唤醒他们 你们和丽儿一样 都是呼喊的人 是催好的人 主告咱们这个教会 我们的使命说跟丽儿一样 跟丽儿一样 都是干什么人 呼喊的人 催好的人 这是神给咱们的使命 要咱们替神来唤醒他们 然后这时候 圣灵就赶着唱 我看见主的宝座 降临在神州大地 火虽从宝座流出 自认着南北东西 各方的人都光碳 耶稣要释放大地 大提地破人兴起 去祝福全地 荣耀啊哈利路亚 双手向父神举起 感谢他奇妙大爱 领导神州大地 荣耀啊哈利路亚 双手向父神举起 感谢他无比大爱 领导神州大地 是的主啊 我们实在感谢你 感谢你奇妙的爱 领导神州大地 感谢你奇妙的恩典 领导中国 感谢你奇妙的爱 领导我们这个小小的教会 感谢你奇妙的恩典 把这样的神圣的十年 赐给我们 主啊 我们真的算得了什么 主啊 按照我们的本相 我们没有一个人够资格 主啊 我们谢谢你 我们就有一个愿意顺服你 主啊 你没有看我们的本相 主啊 你愿意要么做呼喊的人 愿意要么做催号的人 主啊 我们谢谢你 谢谢你 你告诉说 现在这个教会 正在复兴的时候 这个教会 现在正在葡萄开花 发芽 结果的时候 神耶稣 谢谢你 你看这教会 现在整个是那样的 一个合一 相爱 你说这教会 现在是全力以赴 来和你完成 起书的工作 主啊 你说这是一盏明灯 说你要把这盏明灯 要高高举起 你说这是一种信号灯 你说这是一个导航灯 你说要引导更多的人 来走上你的正轨 主啊 谢谢你的恩典 我们再次将荣耀归给你 主耶稣 你自己来做成 你自己的工作 这些主 奉耶稣 耶稣 耶稣 基督的圣名 好 第十节 来一起来读 第十节 第三位天使 就有烧烧的大师 好像火瓦 从天上落下来 落在江河的三分之一 和用水的前面下 好 这是第三位天使 开始了催第三支号 主说第三支号是什么呢 就是审判假神的号 审判假神的号 就是那些以权谋私 顶替我做王 这是属血气的使者 他们自高自大 给教会带来很大的破口 使教会有了黑暗权势 我的怒气 要点着这些大星 我的宝剑 要刺向这些堕落的使者 我的大光要照亮他们 就烧着的大星 好像火把从天上落下来 这个大星是传神话语的名人 看到了这个大星是名人啊 传神话的名人 那么这个时候 灵里就看见这个人啊 这个名人啊 灵里看见什么呢 看见他的左手 举着火把 这个火把长得 找到渴望了啊 他左手举着火把 说他的恩赐非常大 右手呢 拿了一个 如小孩玩的 一把小短剑 就是非常不协调 这个小短剑是什么呢 他右手就说 真理不全 真理不透 就很不协调 所以主的灵就说 我很爱他们 他们曾经和我有美好的关系 他是一个传递信息 拿火把的人 但因不谦卑 又爱彰显自己 就自高 骄傲 又因心里想的是权 是名利 是情欲 是私欲 是假装谦卑 篡改圣经 稀释神的话语 顶替我做王 成了教会的假神 给仇敌大大亵渎的机会 他自己 也从蜀天的地位上 堕落了下来 小书卷揭开 显明他的罪 但我要救他 我要用我的话 烧尽他里边的血气 情欲 仁义 神要用他的话 烧尽这个使者的情欲 血气和仁义 这时灵力又看见 因他的自义 苦毒 祭祖 就与天上的光 互打 就看着地上那个黑光 与天上的光 在打 就他那个人 在打 跟天上的光 在打 他在抵挡光 他在遮盖光 抵挡光 不让光照着自己 他抵挡 这时 这时就 这时主就说了 说这个烧着的大星呢 虽然神的火 神的火 烧起了这个大星 但真理的火 没烧透他 不是神的真理 没有能力 是他自己不谦卑 并抵挡 好像火把 从天上落下来 本来他心里 就有贪明 贪力 贪权 他在属灵的地位上 已经堕落了 但主还是爱他 主要救他 所以 借着审判的道 借着我的宝剑 把他烧醒了 把他赐活了 但主的灵友说 只因他心中有叛逆 走极端 又为杜甫里面有私欲 又为杜甫 他的里面有私欲 有抱怨 有牢骚 有冤屈 有争敬 就抵挡神 灵力更加堕落 他就举取了 撒旦 给他的活把 成了一个假福音使者 一个享受 对上恩典的使者 所以 假福音的活把 不是真活把 是被偷梁换柱了 什么是偷梁换柱呢 就是活把 还是那个活把 但里面的光 不是我的光 来引导他 在这我们就明白了 为什么马太腓说 什么假基督 假先知的 末日有那么多的人 就是活把 还是那个活把 就恩赐 还是那个恩赐 是吧 还是那个恩赐 工具还是那个工具 恩赐不是工具吗 但是有一点了 怎么了 他堕落以后 里面那个灵换了 还是比方说 这个手机 还是这个手机 但主人换了 是另一个主人的掌管了 看到没有 另一个主人掌管了 也就是说 他仍然是有这个工具 有这种恩赐 他是奉耶稣的名在祷告 但里面那个灵不是了 换了另一个灵了 然后那个光也不是神的光了 我就想起雷克乔纳说 就说我们举火把的人 一旦我们那个违背神 或者丧气 或者沮丧 或者泄渎什么的 你把火把放下以后 完了就撒旦就过来了 那个雷克乔纳那本书 不说到了吗 他就来了 捡起来 就一踢那火把 捡起来 说这个人一捡呢 他捡起来 是还是火把 但里面那个光啊 那个火苗找的不是神的那个光 而是那种暗蓝色的光 就是来自撒旦的光了 所以说 假福音的火把 不是真火把 是被偷梁换住了 就是说 那么我们已经明白了 为什么幕后 有那么多的那些个人 他们为什么 有神迹提示啊 怎么回事啊 那么以后那么多人啊 说如果不警醒 连选民都迷惑了吗 就是因为 恩赐还是那个恩赐 只是里面那个灵患 还是奉耶稣的名祷告 所以那个马太福音 二十四章的时候 我们也曾经祷告过 主啊 这些个假基督 假先知 什么人 你祷告 都是白管子 但他后来就是 以后来败坏了 是因为败坏了 他们都拿着圣经 所以就 为这个地上的福音呢 说也就说哈 这个就说了 使他们成了地上 地上恩典的福音的使者 在这块也是祷告神了 也就是说 灵灵看见 他们讲地上恩典的福音 这些使者哈 他们讲的呢 说也有光 因为他们拿着圣经啊 说讲的也有光 但那个光很低 只照亮底下一片 上面没有光 上面是黑的 周围什么都看不见 就是一个假福音使者 他要如果 如果要是不拿圣经不讲 你还没人相信呢 是吧 就是这样才迷惑人呢 好 这个大星呢 怎么了 就落在哪里了 落在江河的三分之一 和重水的泉源上 江河 主的林又说了 江河是活水 是圣灵的道 以前靠圣灵讲的很多道 这是神起初呼召他的使命 落在江河的三分之一 主又说哈 他从一个属天的地位上堕落了 摸不着神了 就凭着己欲去讲 并把自己里边的恶 苦毒 亵渎 争敬 私欲等等 借着讲道 使神的话被污染 成了污水 使这水 就像江河 使这水 就是江河的三分之一 成了西河的水 就是灵力又看见了 看见什么呢 看见一条大红龙 看见一条大红龙 在这水上运行 这个堕落的使者 口里出来的道 看见出来的如同黄河的水 就出了讲的道 像黄河的水是那么的浑 主族已经说了 说他们的道连土带泥 在这里变成他们了 原来是他一个人 现在变成他们了 就是末后有很多 他们说 他们的道连土带泥 然后就解释了 什么叫土 属地的一切 什么叫泥 因为泥洼之地 他们的心 成了严谨之地 完了主就说了 全世界三分之一的教会 讲的道 不存证了 有毒了 主又说 我的话 是炼经七次的存 然后这个时候呢 圣灵又给了 一首经文 诗篇五十篇 十六十八 诗篇五十篇 因为那段时间 神老是其实诗篇五十篇 好多都可以 一直在讲诗篇五十篇 我们看十六节十八节 诗篇 五十篇 十六节到十八节 这面对那些假福音使者 堕落的那些福音使者 主怎么说的呢 来十六礼拜 但上帝对恶人说 你怎敢传详我的律令 口中提到我的天安 其实你恨我玩笑 将我的言语丢在背后 你见了道德 就乐意与他同伙 又以行奸淫的人 一同有份 对 你看这里说的 说那些堕落的使者呢 也就说 对在神的眼中是什么 恶人 说你怎敢传说我的律令 口中提到我的约呢 因为什么呢 因为他恨我管教 把神的话丢到背后了 不按神的话做 就见了盗贼呢 盗贼是什么样的人 就是不按神的真理 从门 从耶稣那个门进来的 是吧 是盗贼 然后呢 是乐意与他们同伙 就是不传讲十字架的那些个人 愿意和他们同伙 好啊 他这个道很容易啊 很轻松啊 不用从正门进啊 不用走十字架道路啊 不用这个门盗贼嘛 是吧 所以又与行淫的人 什么是行淫的人 与世界 唯有的人 不就是行淫的人 圣经说的哈 一同有份呢 求神今天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哈 好 我们再来看哈 和重水的泉源上 就是这个大星呢 落在江河和重水的泉源上 什么叫重水的泉源呢 这个大星落在这上 说主德林又说了 是指重水的泉源是指很多活血的管道被他影响了 为什么第一个三分之一的教会道不存了呢 就是因为很多活血的管道被他影响了 但这个重水呢 也代表重门徒的心都被这大星迷惑了 这是灵里就看见 他们呃 看见什么呢 看见他们自己在挖井 他们自己打的是图井 又看见是用老式的方法 呃 打水 就是子妹们看着就是老式的方法 摇那个叫固楼哈 什么叫什么 落楼 对 用那老式的方法 呃 在打水 所以主德林说 他们拒绝神揭开了道 但他们从这图井里打上来的水 是里边有阴沉 就他们有里边自己那个人的东西 土的东西哈 按照自己的意思来讲 所以就是有阴沉 好 十一节 一起读 一拜一期 这星名叫阴沉 重水的三分之一变为阴沉 阴水变苦 救死了许多人 好 这里说呢 这星名叫阴沉 这个堕落的大星名叫阴沉 阴沉就是苦毒 苦毒就是死 耳朵声揭开的耳朵 苦毒就是死 这大星原是一个举火把的人 与圣灵有份 有恩赐 有能力 但因自高 自大 骄傲 自义 神用审判的道来烧他 来点他 他因 他因 自义 来抵挡神的道 最后 与神的真理为敌 败坏 苦毒 成为阴沉 主则灵说 他所讲的道 成了败坏人的毒水疾 然后种水的三分之一 变成阴沉 主又说了 就是全地有三分之一的传道人 被污染了 就他们写的一些教义 影响了很多传道人 他们这个教义 所以我们就上神学了几个孩子 你们要有分辨的能力去装备 但是神还 你让我问了吗 神还说你必须要去神学院 我现在回答你了 你祷告了 神必须去 那是神的命令 然后说 变成阴沉 就说 他们讲的道 成了有毒的水 这圣灵说的 他们讲的道 成了有毒的水 就成了阴沉 因水变苦 因水变苦 就死了许多人 因为这水变苦呢 是有致命的细菌和毒素 许多人听了这 改换汤药的道 毒性 慢慢渗进灵里 灵人就中毒死亡了 看到没有 就灵人就慢慢的 而他们那个道 我读的道呢 神说是改换汤药的道 我也不懂什么 叫改换汤药的道 反正 这个道呢 进去毒性呢 就慢慢渗进到灵里 灵人就慢慢中毒死亡 所以 警戒 警醒 再告诉你们 现在还有机会 赶快回赶 这是主教说的 然后 圣灵又说 这一切发生 都是要应验圣经 马太福音24章 24节到28节 我们可以看一下 来马太福音24章 24节到28节 主说这一切发生 都是为了应验圣经 24章24节到28节 来 我们来读哈 所以我们就再看 再看这个经文 可能就明白了哈 来 24节 一起来 带齐 因为假基督 假先知 将要起来 显大神迹 大实事 倘若能行 远显民也就迷惑了 看那 我一先告诉你们了 若有人对你们说 看那 基督在旷野里 你们不要出去 或说 看那 基督在内幕中 你们不要信 闪电从东边发出 直到到西边 人子降临 也要这样 尸首在哪里 应也必聚在哪里 这里大家都明白不明白了 就明白了吧 假基督 假先知 都是什么人 都是基督徒啊 只是那个里面 那个灵变了 他们恩赐没有变 他们工具 仍然有这个工具 是吧 仍然有这个恩赐 只是里面那个灵 引导他们 是换了主人了 不是神的灵了 是路西服的灵了 然后这里说什么呢 说闪电 大家还记得 闪电是什么吗 闪电就是神的宝剑 还记得吗 什么叫闪电 就是神的宝剑 就是撒多所讲到的 就是宝剑 从空中下来 就神的话语被打开了 就神的宝剑 闪电 从哪里发出 从东边 东边不就启示吗 对 从启示而来的 直照到西边 照所有的全世界 每一个角落 仁子降临 也要这样 借着他的道 来给他铺路 向他道 审判完 给他铺路 完了 最后 他才真正的降临 所以你不借他的道 怎么能行啊 说尸首在哪里 应也必聚在哪里 主也告诉了 用在街铁柱子 最后来说 这尸首什么 就已经灵里都被死了 灵里都被那些 假刀毒死了 都成尸首了 自己还不知道 那肉也活着吗 他不知道 灵里死了 说怎么办 鹰也必聚在哪里 主就 我们就问神 主什么鹰 神说 看你大白鹰 说都大白鹰 先知的鹰 在吃他们里面腐烂的肉 就起初十九章 就看到 就吃 把他们里面 那个腐烂的肉 给他们吃掉 吃掉 让医治他们 经过医治 悔改的变成小银孩 重新悔改 是得救 就是灵魂金金得救 那这块神的一个恩典 弃绝的 全死了 最后明白这道了吧 为什么精益叫人活 自己叫人 神给我们 激开的道 让我都活过来 都活过来 好 看十二节 拜祈 第四位天使 崔浩 日后的三分之一 月亮的三分之一 星辰的三分之一 都被吹打了 一致日月星的三分之一 黑暗了 白昼的三分之一 没有光 黑夜也是这样 这里说 第四位天使 崔浩 主人又说了 这是第四位天使 开始了他的工作 但他所崔的浩 是圣洁公义的浩 就是一浩 比一浩 真理晋升 一浩灾难 比一浩大 这个灾难 大什么大呢 就是大逼迫 临到大环境来到 因为时间越来越紧迫 神的儿女们 不要再亡梗 悖逆 快快 警醒 快快回答 是主告诉他 说因为这大逼迫要来到 大环境要来到 然后别人说了 当这个第四位天使 缺号的时候 就怎么了 日头的三分之一 月亮的三分之一 星辰的三分之一 都被击打 这个时候就看了一个 灵里的 看了一个 一个画面 看了一个什么呢 看了一个很大 很高的雪山 那么白 那么圣洁 但是这个山呢 很白 很圣洁 但太寒冷了 没人来 太寒冷了 所以呢 神要干什么 击打这座雪山 被击打的 就是每一次 神击打这个雪山的时候呢 击打一次 这个雪山就往下降一下 击打一次雪山就往下降一下 击打一次就降一下 就说谦卑 谦卑 再谦卑 说击打后 就看不见雪山了 那个冷啊 没了 要不然太冷了 帮圣洁 圣洁 圣洁 跟谁都没来往 太圣洁了 太冷了 就是看不见雪山了 看见了树 这树都是什么树啊 我问大家 雪山里的树什么树啊 香薄树 香薄树嘛 看见了树 都是什么 开始发芽了 开始发芽 都开始变绿了 经过击打以后 这个树都雪山 那这个香薄树 发芽 变绿 开始开花 结果去祝福全地 所以日头代表什么呢 日头代表圣徒 代表有向主生命的人 日头 有主在里边 有主的形象 有主的性情 所以主说 现在是神的恩典 在你的身上 使你成为能发光的日头 到末后了 只有你自己的生命 在和神的关系 就是在和你和神的关系 不再用恩赐了 不像现在你们一祷告 有光 有恩赐来引导教会 那个时候 只有这位圣经 击打的目的 是显露出来 你到底是什么神秘 如果今天是神的恩典 在我的身上 你会发光 还有圣灵引导 你会发光 说到那个时候 什么都没有了 恩赐全部收走了 然后主就要想起那个彼得 彼得当时 有耶稣跟他在一起 他不是说吗 主啊 我就是跟你同死 怎么着 我也愿意 是不是 最后耶稣被抓的时候 他怎么了 三次不认主 当主的那个恩典 稍后一撤的时候 你凭你自己 你胜不过 所以神要考验 每一个人 最后一个大撤验 要考验每一个人 考验每一个人 那个时候恩赐没有了 什么都没有 就是你和主的关系 所以趁着现在恩典的时候 还在 赶快和主 建立美好的关系 和主建立到爱的关系 是吧 感谢神 然后日头 月亮 月亮代表门徒 日头代表圣徒 月亮代表门徒 因为主给他们 揭开的起诉 全是灵里的生命 这一块的 这是一个审判的道 就针对生命的 就是无论今天是 神借着哪方面 无论哪一方面 无论是字句也好 讲 借着起诉 讲字句也好 讲历史也好 讲哪一方面 这都是神的一个什么 放在一块 就是全辈的真理 神说没有一段路 是讲的是全 完全的 没有一个使者 讲的是完全的 你包括神给咱们 揭开的起诉 都是咱们所讲的 主不说了吗 还记得没有 主说这个真理 如同千层饼 如千层饼 说把起诉 等我们把起诉 讲到了22章的时候 说你们明白什么 神国奥秘的五分之三 对 把起诉全部揭完了 讲完了 我们才明白 神国奥秘的五分之三 那五分之二 什么时候明白 到天上 你够明白 感谢神 好了 月亮 月亮代表门徒 是跟随主的人 但还没有死几 凡靠恩赐 服侍的 都包括在这里 一个人 老我不死透 只能做月亮 不能做日透 月亮本身 不会发光 死掉老我 与主合一了 就发光了 今天教会 大有恩赐的人 大有影响力的人 更要警醒 不要靠恩赐 而是要靠生命 服侍主 恩赐会全部收走 只有你和主之间的爱的关系 这是说的 星辰 星辰代表 从生的信徒 只能见上帝的国 然后就问了 主啊 这些从生的人 能不能进神的国呀 主就说了 不一定 若努力追求 才能进去 天国是努力的人 努力的人 才能够进去 所以主就 主就嘱咐我们说 你们不要做星辰 你们要做日透 然后就问了 为什么日月星的三分之一 都要被击打呀 然后主说 这是被神检选出的三分之一 要被熬炼的人 击打表示被火炼镜 被火熬炼 撒加利亚说 第十三章七到九节 我们看一下 这个为什么要被击打 就是被神检选出来的 为什么日月星辰被击打 那个大雪白的白山 然后为什么要击打他们 就是神的命定 撒加利亚说十三章 撒加利亚说十三章 七到九节 击打的目的干什么 说这是被神检选出来的 要被击打 来一起读七节 万经之耶和华说 刀剑那应当兵器 攻击我的牧人和我的同败 击打牧人 扬救喷战 我必反手加在微妙者的身上 耶和华说 这全地的人 三分之二必减除而死 三分之一人必存留 我要使这三分之一金火 熬炼他们 如熬炼人子 试炼他们 如试炼心子 他们必求告我的名 我必应验他们 我要说这是我的子民 他们也要说 你这王八是我们的神 明白了吧 热心这个雪山 为什么要击打 为什么要击打 这是神的一个熬炼 这是神的一个熬炼 这是神的一个命定 也就是说这被击打的人 你是有什么 有福了 有福了 因为你是被神拣选的 你是被神拣选的 所以神在熬炼你 你要不配 不配熬 神还不熬你呢 是不是你真是小 是不是你配 你配熬炼 你配炼镜 因为神要你做了真儿子 我们看到 启祝揭开了第21章22章 全都是神的真儿子 没有一点瑕疵 到那都是用精卫的量 每一个人 感谢神 今天整体教会 要活在生命里 活在合一里 活在相爱里 整体 教会整体就发光了 这样的教会 就能整体被提 否则只能单个提 在这里想起那些神 圣经告诉我说 你们要好好为教会祷告 我要整体接这个教会 因为咱们现在是整体教会 参与起初的工作 你们在后边祷告的时候 前面真的是一提啊 真的是一提 要不我跟祖类去 一开始我挺好的 在那一天的写 挺好的 靠静靠靠靠好了 到十点钟 就睡着了 就一看表十点二十 然后我跟他一跟 说那呀 正好我那会儿睡着 咱们真的是一提啊 咱们真的是一提啊 因为神说了嘛 全能以赴 整体教会 参与起初的工作 还有那天 有一天你们 两个弟兄在祷告 我可不知道 可是我那天就 困了 咱们祷告 我干啥 喝咖啡都不行 后来一问咋回事 一说 那俩弟兄在这祷告 不知你们祷告啥咧 可能没为起初的工作祷告 就是一提的 就是一提的 我要接你们 整个的教会 但是如果你们 整个教会 你必须合一 必须相爱 必须要完成神的使命 说把起初工作 整个完成 完成神的使命 但如果不能整体 相爱合一 我圣洁 那只能单个洁了 就能单个洁了 所以神给我们的 一个很大的应许 感谢神 我们这个工作 那你说 这个工作要做完了 包括讲完 打字打出来 一文书 你这两三年 最多两三年 就做完了吧 是不是 孩子 孩子说了 他已经说了 神也特别高兴 就是把我讲的录音带 你可以放下 一边放一边 打一边放 那就更快一点 感谢神 所以底下就告诉说 以致日月星的三分之一黑暗了 这还有一种黑暗的东西 在全地日月星有三分之一的人 经历大环境 大逼迫 火一样的试炼 就害怕了 就不敢往前走了 就落在黑暗里 摸不着神了 有的离弃了 真道 为什么只有十分的四切 是被神印证的 为什么 就都经过这些 有的记者那个环境 我们现在嘴很硬 有时候那个什么时候 接的时候 说好多人 他们都说 我们是 什么战车马兵 唱的 叫喊的 都可高了 环境以来 全吓跑了 说的 就是神在告诉的 说喊的 可刚强了 没有环境 特别刚强 说的特别绝对 我为主 我为主 杀后的愿意 什么都愿意 环境以来 全吓跑了 有的退了 有的还离心反道 谢谢神 所以这里说到了 所以有的离心了真道 白昼的三分之一 没有光 白昼 代表他们已经 进入光中 他们对主的道 都领受的很好 都已经成为白昼了 已经进入光里了 但因着击打 没有活出 和一和相爱 就没有发出光来 所以我们今天 求主帮助我们 让这个教会 一定要活出 相爱和一来 因为主说了 咱们现在这个教会 主说的 不是我说的 如果我有夸口 求人饶恕 我没有夸口 真的是圣灵说的 说现在这个教会 正在复兴的时候 正在葡萄 发芽开花结果的时候 大家正在重新 来跟他一块 完成起诉的工作 无论这块祷告 还是那块祷告 整个是全体教会 是一致的 神说 为什么神说 要整体要干啥 因为大家一块 参与着他的工作 感谢神 所以你们在这里 祷告的 同工们 你们辛苦了 在那里的同工们 你们也辛苦了 但是耶稣比我们 更辛苦 是吧 所以黑夜呢 也是这样 黑夜代表不警醒的人 沉睡的人 灵力在黑暗 摸索的人 但这些人呢 有的经历了大环境后 醒过来了 他们就活了 但他不是得胜者 他就黑夜 他就醒过就活了 但有的不在乎 不悔改 随着环境 就流向了死亡 这就是黑夜 也是这样 传道书十二章 一到八节 不看了 你们可以借回家看 好 十三节 你一起读 最后一节 拜请 我又看见一个阴 飞在空中 并听见他大声说 三位天使要催纳 其余的号 你们住在地上的迷 或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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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说 我又看见 这个我又看见 代表约翰 灵力被提到空中 灵力被提升 看见的是神的代理 如果 这主说 如果不提升你 你看见的就是这个人 你看见的就是这个环境 你看见的就是这个教会 所以圣灵提升了 你看见的是神的带领 这是主告诉的 这个婴代表有先知恩高的使者 在传递神的话 让全地警醒 整个这句话说 我看见一个婴飞在空中 主就又说了 这是先知的灵在空中 就是在圣灵里 是先知的灵在空中 大声呼喊 在全地有圣灵的人 都能接到这时代的信息 我说主啊 能接到这信息 什么都能接到吗 主说了 凡是有圣灵带领的人 你都能接到 天上那个 天上那个先知的灵的 在呼喊 你都能接到 但主又说 但那些依靠各种教义 资料的人 就收不到婴的信号 那就是灵力发出来的信号 说你不依靠圣灵 你收不到这个信号的 就天上主的那就是被淘汰 所以这是神告诉啊 感谢神 并听见他大声说 就是个音啊 大声说 这是这只大音 在向全地呼喊 一 呼喊什么 第一 爱听不爱听都要喊 这是神的命令 爱听不爱听都要喊 那这个音在喊 第二 从主听到的 要向全地说出来 就今天我们从主听到 要向全地说出来 第三 要竭尽全力的说 用尽一声的说 然后就问主了 让他说什么呀 主的灵说了 说审判就要来了 要接受审判 不然就有祸了 然后就又问了 那传讲后结果是啥呀 完了就又看见一个湖 看见一个湖啊 那个湖都死水 是死水一滩 很平静 然后主就让那个 就扔起一个小石头 扔在这个湖水里头 就荡起了一个小波 完了主又要扔一个大石头 就荡起了一个大波澜 水就冻了 水就活了 凡进到这水里的人 都得医治了 都得释放了 这就是传讲的效果 为什么要传讲 这道就是这个意思 原来都太平静 都用死水潭了 就借着审判的道 让他活过来 活过来 都得医治 都得释放 都得救了 三位天使 要催纳七余的号 三位天使 已经预备好了 他们分工合作 天上都是有次有序 把神给他们的命令 催出去 主就又问了 问什么 你预备好了吗 你在神的家 有次有序吗 今天每个人 要占好自己的岗位 把神给你的做好 把神给你的信息传出去 那弟兄说了 你们住在地上的民 祸灾祸灾祸灾 什么叫住在地上的民呢 主就说 凡没进到基督里的人 你的心还在地上 就是住在地上的民 这个住在地上的民 就是也代表 像全地的人 你要听 落在永生上帝手里的审判 是非常可怕的 然后祸灾祸灾祸灾 这三个祸灾 就是告诉你 就是起书第九章了 就是告诉你 第一 有无底坑要被打开 第二 有四个邪恶的使者 要被释放 有第三 有魔鬼的军队要出来 凡没有进到基督里的人 你有祸了 结束了 求神帮助我们 这样我们都能够好好进行自己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啊 还是感谢你的恩典 主啊 今天你又再一次 借着启示录的工作 主啊 你又一次告诉我们 天国尽了 你们应当回答 主啊 你来的日子尽了 你让我们预备好 我们自己的身体 个人去朝拜 朝见我们的上帝 主啊 感谢你在幕后 这一个丰盛的恩典 主啊 感谢你现在经历 一个恩典的时代 主啊 你知道 主啊 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如果要 现在这个时代 现在这个时间 要遇见幕后的那个 真正的幕后的那种 大逼迫的时候 主啊 你知道我们没有人 能承受得住 是的 你知道我们 如果以我们现在的光景 主啊 我们到那个时候 我们没有人能 持守住真理 主啊 没有人能主要坚持到底 主啊 感谢你现在是一个 丰盛的一个恩典的一个时代 阿们 感谢你将起初的工作 主要再次向孩子敞开 阿们 为了起初的工作 主要孩子 感谢赞美你 阿们 感谢你 主要让孩子 真的是一个有福 让孩子 这在下的弟兄姊妹 主要都是有福的 主要让我们听到你的 主要在起初度之后 主要你当告诉孩子的话 让孩子在主要在起初度 通过这个起初度的主要 揭开让我们能 更加预备自己 经过自己 是的 阿们 让自己穿上一个新衣服 脱去主要 脱去旧人来穿上新人 阿们 主要能以一个主要 圣洁的一个圣洁的 一个身份来去主要 被你所迎娶 阿们 请你 求你继续祝福以下的时间 阿们 既然给孩子 一个听到的一个恩赐 主要求你 也赐给孩子 每一个人 主要能行道的能力 阿们 主要每个人通过起初度来 主要用真理的 用真理的保验来 赐自己 阿们 同时主要让孩子 主要真正能吃进 这个道以后 主要也为你传扬出去 阿们 能去救更多的人魂 主要因为你的心意是 主要愿万人 愿万人得救 不愿一人沉沦 阿们 请你将一个爱灵魂的心 放在我们每一个 每一个儿女的心中 阿们 送耶稣基督的声明 阿们 还有要祷告的吗 阿们 再次感谢你恩赖 阿们 感谢你这样的怜悯 阿们 感谢你这样的 施恩采取 阿们 主要为我自己 向你干 阿们 主要为整体的教育 向你干 阿们 主要为全地 你的百姓 向你干 阿们 因为你在这幕后的时代 把你的心意向我们 向你 阿们 你在这幕后的时代 把你自己的花脸打开 阿们 主要这是出于你的爱 阿们 这是出于你那 极神极大的 长口身高 对人类 对你百姓的爱 主我们再次 健康 咱们都归给你 主啊 谢谢你 谢谢你 真的谢谢你 没有按我们的过分 带我 谢谢你 没有按我们的无知 带我 谢谢你 没有按我们的软弱 带我 谢谢你 没有按我们的败坏 带我 谢谢你 要救 要救我们到底 谢谢你再次 借着你的话语 来警醒我 借着你的话语 来归正我 借着你的话语 来凶毁我 借着你的话语 来救活我 所以主啊 我们再次 健康 咱们都归给你 上帝啊 我们谢谢你 谢谢你的恩赐 与怜悯 谢谢你 给我们存留着 悔改的机会 谢谢你 真的在这幕后来 要照着你的大能大力 来救赎这地上 你的百姓 也救赎更多 你属你的人 耶稣 我们再次的主啊 把我们自己 仰望在你的手中 主耶稣 我们愿意 我愿意把我自己 把整体的教育 都带在你的面前 把所有听到的道德人 都带在你的面前 把我们的人性 把我们的生命 都交在你的手中 恳求你来 出去我们人心里面 一切 抵达你真道的东西 出去我们人心里面 一切主啊 人的营类 快快我们人心里面 所有拦住 我们认识你的自高知识 把我们人心里面的 真的一切 炸的一些经济纪力 石头都给我们分烧分烧分烧 废有什么 拒着地带 出去见得出去 这一些 不知道从我这边来的 把这一些 不知道从我上去来的 给拔出去拔出去拔出去 我求你把 千倍悔改的心赐给我们 主啊 把礼受真道的心赐给我们 把这被道中归正的心赐给我们 主啊 把趁着还有今日 赶紧赶紧悔改的心赐给我们 主啊 叫我们不要错失你的机会 我们不要错失你 给我们今天的 主啊 你建的恩典 主耶稣 也再次真的求你 你来预备我们的心 你来预备我们的心 你来预备我们的生命 叫我们的生命能够在你的道中成长 叫我们的生命能够在你的道中被解禁 叫我们的生命在你的道中 真的能够快快展大成人 真的能够在你的时候 能够赞成满有基督赞成的生命 主耶稣 我们再次的健康赞美都归给你 愿你祝福启示录的揭开 愿你祝福启示录的传见 愿你祝福你 主啊 你自己正子的显现 主啊 你说在这幕后的时代 你要将你的正子显现 你要带着你的正子去救赎大地 主啊 因为你的时候来到了 我们再次健康赞美都归给你 都归给你 耶稣 求你世恩给我吗 求你世恩给我吗 说我们说 我们愿意来领受你熊悔的道 我们愿意来领受你审判的道 所以说我们真的知道 在你的审判里面 我们越被审判越洁减 我们越审判 越与你有缝 我们越被审判 就能够真的能够进到你的观众 我愿意来 愿意的道来审判我们里面 所有的草木和解 你审判我们里面 所有的黑暗 你会情与私语 凡是属人的属地的属土的 属害的 全部从我们里面 给审判出去 你没说 好久我们在你的里面 变成你所要的 别说求你来救我们 救我们 真的我们不要倒闭在跨业 我们要求你来带着我们 进到你所应许之地去 因为你的应许是美善的 因为你要说给我们的是荣耀的 是那极美的 所以说也再次求你 十恩赐 主啊你祝福这个 七十六传茧的工作 主啊 把那所有听到这道的 人心都交托给你 主啊 求你在人心做预备的工作 愿意借着你的道 来苏醒人的心 愿意借着你的道 来归着人的心 愿意借着你的道主啊 来帮助人的心 来叹息人的心 也来接近人的心 也借着你的道主啊 把更多的你的种子显明出来 使更多的在你的道中 活过来 活过来 所以说你用你的道 来救活你的百姓 你的道来显明你的种子 你的道就是 把你把那被虏的 被求的 被迷惑 把门迷惑的 再次找回来 所以说我们今天 感恩赞美都归给你 所以说在这个末后的时代 我们愿意 我们献你说 我们愿意来传 做个传真道的儿女 做个真贤之的儿女 做个真贤之 主啊 真与你有份 主我们不要传虚假的信息 我们也不要传虚幻的信息 凡事不是从你来 我们废业 你抵达就得赤得他 不接受他 我们只就从你上面来的 我们都能够接受 从你上面来 纯正的福音 教我们真的能够在你的道中 主啊 悔改归正 也叫我们在这 传练着道的时候 不怕什么任何的环境 是我们有胆恋 有勇气 有坚定性 来跟随你走那一条 主啊 你为我们预备的道 我们再次见 感恩赞美都归给你 耶稣啊 你祝福我们的教费 是我们真的 整体的教在你里面 能够成为灯台 耶稣啊 你来祝福 耶稣啊 你来托起 耶稣啊 你来伴助 耶稣啊 你的灵来用着来成就 好叫你的旨意成就 好叫我们真的能够 进到你的里面 成为属你的 再次见 感恩赞美都归给你 耶稣我们谢谢你 天父我们谢谢你 真理的圣灵宝 我们谢谢你 再次见 一切的尊贵 荣耀 智慧大力得胜 都会给你做 宝座的善灵 和幽灵的道言 从心事到永远 阿们 祝福福耶稣的圣灵 是的主耶稣 你的名是佩德赞美的 你的名是佩德赞美的 主啊 谢谢你 求你把 你所给我们的 你所揭开的话 咱们都有能力 把它吃进去 吃进去 化作我们的力量 化作我们的生命 化作来 主啊 为你呼喊 拯救更多的人 主啊 我们也奉耶稣 就是圣灵 把你所揭开的话语 咱们是听见的这些道 然后封存在我们 各自的生命当中 不允许仇己 偷窃 主耶稣 谢谢赞美你 我们再次将荣耀 归给你 主啊 谢谢你所 你所告诉的 主啊 孩子都传讲了 主耶稣 谢谢你 我们再次将荣耀 归给你 谢谢你 谢谢你 主啊 你辛苦了 主啊 你辛苦了 主啊 你保守 弟兄姐妹 回家录下的平安 主把一个 回响的灵 揣摸你话语的恩高 赐给每个孩子 主谢谢你 再次将荣耀 归给耶稣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主教导我们说 我们再次将荣耀 天